好 各位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进行下午 就是有三个小时半的一个内容 那首先呢 我想还是要先介绍一下这个TRAP GPT的一个使用 但是因为TRAP GPT它有一个问题 它必须要注册 那如果你注册完毕之后 TRAP GPT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生成 我们希望它所产生的程式计划报告 甚至你希望它生成图片 未来还可以直接生成一些音乐创作 甚至你喜欢的视觉化的任何的享受 的作品它都可以帮你生成 但是未来是可期待的 现在我们要着重讲说像以上里面 我不会写函数 可是我就希望找一个人帮我写 而且写好这个函数 我只希望拿过来直接应用就好了 那TRAP GPT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缺点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它有很多优点 但它的缺点就是在于说像我们如果超过20个人 会变成有部分人他没办法去申请到使用TRAP GPT 那微软公司呢它就直接把TRAP GPT改成叫做C-H-A-T 也就是直接把TRAP放在BIN里面 所以它就叫BIN CHAP 那不管是什么但是你只要会使用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要熟知它的一个问法 它就会告诉你 自动生成你所想要的一个问题的解答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就是如果使用TRAP GPT的话 像我现在我用TRAP GPT 它帮助我做的事情 全部都会被记录在电脑里 全部都会被记录 而且是分门别类 记录在我的电脑里 好 例如说TRAP GPT在Word里面的应用 好 这是我另外一个课程 我就会去教一些如何生成 生成例如说敬业师 那接下来我内容 那接下来我内容它是像李白的净业师的作品 但是我要用白话文的一个表达方式 而且这个内容我希望用李清兆的那种情怀来去写 改写 还有我要内容写的要表达 除了例如说对故乡的怀念 还要例如说怀念自己的妈妈 好 那地情是不是就会一直在做更改 全部它就按照你的一个需求 那改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内容呢 我希望能够更流畅 所以它又会再把里面的句子流畅度提升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要会使用 使用完毕之后 你要会去修改 你要会去修改 好了 这是TrapGPT它的好用的地方 它会分门别类 但是ThinkTrap它就没有分门别类 它就全部放在History里面 你就自己来去找 就好像说你曾经浏览过哪些网页 你就自己去找 这样了解吗 那就像大海奥针 你看像我这里面 我就针对像那个TrapGPT in Word的应用 还有像那个TrapGPT in Power BI大数据分析 这个直接它的相关 甚至我还可以去查找 它的那个函数怎么写 然后直接Copy Code 这样我就完成了那个函数的一个创作 所以它这边这个分门比类 我觉得做的是蛮不错 像TrapGPT in Excel的应用 你看像例如说 请列出以色尔最常做的十个视觉化分析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件事 然后可是你接下来你要针对就是说 例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了解折线图 你要会继续去追问他 那折线图它的特色是什么 或者是我现在我想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图 我不知道哪一种图最合适 你都可以去问他 那我们接下来我就是要讲说 不用缺GPT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Bing 所以麻烦请点一下这个Bing 这个A字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右上角这个Bing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Bing 那就请你直接在这边打字 你就先到Bing这个网页 会到Bing这个网页吗 就直接打Bing Enter 那如果就像你要去Google 你是不是就直接打Google 你要去YouTube就直接打YouTube 对不对 好 例如说Bing然后Enter 那我想这我就不介绍 反正你到Bing 它第一个它就是让你出现 请问我任何问题 这样了解吗 那这个问问题的方式 就好像你现在你点这个Bing 你在这边你可以搜寻到 你要知道 我可以问他很多很多问题 例如说好了 请问如何用Excel做卡方简币 我不会做简币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这样问他 好 你看 像我这样问 我们在询问的时候 请你想到几个很大的重点 你要先锁定 你要先锁定它是哪一个领域 例如说 请以移位就是商业分析专家的角度回答 然后 然后那回答什么呢 那你就要告诉他问题 我想在软体中做 那前提是你要知道说要做什么 你问什么都不知道 好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做回归 我想要做卡方简币 我想要去做 例如说 Anova 可以理解吗 你想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他 好 我想要查询 对不对 你要告诉他要做什么事 好 当然不可能一次就到位了 但是你要明确的告诉他 但是你要明确的告诉他 你想要做什么 好 我就直接按Enter 其实我觉得这样问法是很缓繁型的问法 最好是说我现在我有一个什么表格 表格里面有什么栏位 我想要就什么什么资料 来去分析卡方简定 所以你看像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你可以点选Excel中资料数据分析卡方简币 因为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是 我就把早上的成品照出来 我知道他在讲的这个资料 资料分析 然后我们这里面 资料数据分析 他的数据分析就是资料分析 底下的卡方简定 他的卡方简定 他没有这样子一个名称 他只有P简定 Z简定 P简定又分 他要先去求母体的标准差的简定 变异数的简定 然后再去如果平均数差的简定 如果平均数差相同或不同 然后再去做那个变异数 对不起我讲颠倒了 他要先做的是这个变异数相同或不同 如果变异数相同 如果变异数相同 再去做平均数的简定 他只有这样子的一个P简定 那这个简定 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会直接告诉我们 他就会在这边 告诉我们简定的方法 那我们就回来去看 我刚刚 我刚刚 我们要请你 来去查找这个VLOOKUP 我们刚刚在做这个VLOOKUP 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就是这个VLOOKUP 我是不是要查询的是哪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它叫做超市范例表格 里面就是靠春 里面有一个叫做地区栏位 这个地区栏位 我要找这个地区栏位名称 他在我这一个工作表 他在有一个叫做搜导人员表格 里面它是不是也有地区 栏位 然后地区栏位 我要从最上面找到最下面 再接下来 如果找到例如说大洋州的时候 我要呈现这个销售人员表格 第二栏也就是地区经理栏位的内容 可以吗 所以我以上刚刚所有讲的话 内容全部会放在这里 你看我是这样子表达的 在以色谣中 我想查询超市范例表格的地区栏位 然后对应到销售人员表格的地区栏位 并且查找出第二栏的地区经理内容 而且要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 就是写fold or true 听这种我的意思吗 我根本就是在告诉他说 我要做什么 我做清清楚楚的交代清楚 可以了解 好 你看 我这里面我没有告诉他用哪一个函数 对不对 但是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是他回复的 您可以使用以色谣的Vlookup函数来查找 对吧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要请你们做的是 实际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说 请你实际把要做的事情要会清楚表达 请问我这里面有没有写工作表 没有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表格了 我就写表格 所以他就会说 原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两个表格的内容 而且是查找两个表格的内容 所以他用Vlookup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你们要理解未来 你只要清楚的去交代给机器人 然后他可能可以提供给你 比较接近你所要的答案 你可以讲得模糊 他就开始胡说八道 我举例来说 我要去查找地区的地区经历 请问要用什么函数 我是不是讲得很模糊 对不对 我有没有程度要讲出两个表格间的查找 没有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了 所以你看 他连 他会自己去设计 等于Vlookup 而且你看现在的TRAPGPP它的好处 对了 其实讲一讲去 对不起 其实讲了一讲去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TRAPGPP它是OpenAI这家公司开发出来的 对吧 OpenAI你不记得也无所谓 因为它背后的金主就是Microsoft 可以了解吗 所以这个名称即将也会消失 它就是一个小公司 可是背后的金主是微软公司去扶持起来的 然后他当时他的想法只是想说 我就提供一个这样子的一个idea 莫名其妙一个月之内直接冲到10亿的一个 就是1亿还是10亿我忘记了 应该是1亿的一个使用量 这个1亿的概念是因为以前有一个软体叫做脸书 脸书突然这样子突然红起来 它可能经过一年才达到1亿的注册使用量 这样了解吗 这是我们计算那个到底多爆红 好 然后透过几乎 然后买多一关 你又再进来 这很优惠 因为你也很优惠 对啊 我强制关系 对 你强制关系 好 那 然后不管怎么样 反正微软公司他一定要去抢这一块饼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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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就是我们用TRIV-GPP的一个使用方法会变成什么 我先请你们想象一下 例如说我们出国 我可能就请TRIV-GPP说 请你帮我优化排出五天四夜的日本东京之旅 我希望住的半店是三级 然后就是旅游的景点是三个主要什么东京啊 还有希望到明古屋跟京都这三个城市 然后再接下来你想要吃美食还有什么你就全部告诉他 那请重新设计这一个行程 然后他就帮你排 然后排完之后呢 你不满意 你就直接按这个 这个叫做regenerate response 就是回复 可以吗 然后 然后 那个你甚至还可以第二次请他说 请把现在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形成 就是你排在这个形成哦 预算去算出来 而且请控制预算在 例如说三万以内 含机票住宿 你这样了解吗 他又帮你再改形成了 你这样了解哦 那如果满意 你是不是就要直接去买机票 以前是不是要到很多app 去很多的有的没有的app来去注册 然后去下单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就说 请你帮我完成注册的动作 那请问 请问如果这一家公司变成是微软公司在控制的话 他等于是控制了全世界的消费 听解吗 那当然现在他们是停留在就是说 这里面背后牵涉到很多个人讯息 资讯安全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计划说 怎么样把这些全部都纳归进去 甚至还要包含什么 第三货币和使用 因为全世界那个金融货币的使用方式 怎么交易 都被这家公司垄断 那以后 那微软说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请用微币 天哪 你是不是就变成 你就变成全部都被他一手掌控了 非常多事 但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说 现在是停留在想象 但是不难想象 可能慢慢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只是告诉你们说 我们现在暂时是 要教你的是取代老师的工作 怎么叫取代老师的工作呢 就是你问他一些问题 他会自动告诉你怎么做 对不对 这是不是省了我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你看他在这边 我觉得很棒的 他会自我修复 自我去再生成说 他觉得这一段程式写的 还有比他更好的 他就直接都告诉你了 第一段他写的是说 他就只用Vilukov来去查找 查找 例如说 假设他的第二 他这边下面都会有解 第二就是要查找的词 也就是地区 然后接下来那个工作表 工作表 好 是就是A2到B10这张工作表 然后2有看到吗 这个2就是显示第二栏 然后FALSE 好 这不是找上我们在使用的一个内容吗 然后他就觉得说 如果你今天 你 你 透过这种方式 确实是可以找到 好 我现在我就直接复制 可是你这边你要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把第二 第二 改成这一个内容 改成地区 地区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我这张工作表 叫做销售人员这张工作表 我先把它锁定起来 销售人员这张工作表 然后2不用变 FALSE不用变 然后我就直接按Enter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就产生一模一样的内容 而且你觉得他这样子好不好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查到两个表格中完全相同的内容 他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你编这两个表格 他可能会有同步性 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去查找 那甚至我还可以再问说 有没有比这个方式更好的做法 这样理解吗 除了你要会应用完毕之后 你还会去继续追问 请问你们大概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跟你们表达的事情 未来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我就想要请问一下 各位你们会不会用Eself VDA来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 不会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不会用VDA这个程式就对了 VDA它是一种程式 可以吗 好 不会嘛 没关系 可是我们可以请他来去帮我们写程式 理解吗 我现在我们就要做这件事 好 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问题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自动化 好 什么是自动化 好 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你们 就是复制从A1 从A1复制到 复制到A20 到J20好了 可以吗 你们现在跟着我一起做 然后复制 接下来开一张新的工作表 然后直接做 在A1这边做选择性贴上 直 确定 可以吗 你看这个订单预期是不是就变成数值化了 好 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 所以请问你 你觉得这个贴上如果你要维持原样 所以你要怎么贴 所以你要 选择性贴上 是公式与数字格式 确定 有没有看到订单预期是不是 还是维持日期 听着动物的意思吗 算了 我们真的请你做 选择性贴上 然后请贴 直与数字格式 确定 好 那我要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真的拿语教来去解 来去做很多事情 我们都牵涉到自动化 那到底什么叫自动化 举例来说好了 我现在我希望A1到Z1背景前黄色 可以吗 可是这个动作我不希望说我人一条一条 基础列在那边选到然后去做设定背景黄色 然后再选到下一个基础列 然后再去做连背景色黄色 了解吗 就是只要是重复三次以上的动作 我都觉得有必要请电脑来帮你做 这就是现在我想要做的事 可以吗 那请问这个程式你不会写嘛 对不对 但是结果你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了 就是如何请病却帮我们写出这一段程式 你可以在病这边问 好 那我是习惯在这里问 首先首先就是说 我是讲说他 就是冰却 你会写 你会写Excel VDA程式 好 那我既然要告诉他 我干脆就直接很清楚的告诉他 我现在我有一个资料 好 我 我 我需要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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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有 就是在A1到到哪里 到J20 范围 每一个基数列 甜黄色背景 可以吗 对吧 就是你把需求是不是要告诉他 好 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告诉他这件事 请帮忙写出这段VDA程式 这边我想再加一个 每一个基数列 甜黄色背景 应该可以了 我跟你讲 我得到的程式跟你得到的程式会不一样 你要知道 例如说我写的敬业诗跟你写的敬业诗一定不一样 可以吗 机器它为什么能够写出来 是因为它去搜寻 它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资料库 那它搜寻到什么 它就直接写什么 好了 现在重点是要点这一个 这个 叫做复制 叫做复制 Copy code 好 我稍微 我们先稍微 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它这个内容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写什么 对不对 对吧 那请问你 你至少要知道一件事 它写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对的 可以吗 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我希望背景是黄色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至少稍微看一看 还有那个 我是A1到J20 对不对 这几个都是Key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出现 这样理解吗 就是就算你不会程式设计 你至少这几个Key稍微看一下 其实就有点像训练 各位探索 好 那有没有看到黄色 这个 它是6 至少这边有一个Color 然后1到20 好 不管怎么样 反正 全力点复制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结果 结果就是第一列是黄色 第三列是黄色 第五列是黄色 第五列是黄色 在一起 好 点选Copy code 然后接下来 请回到刚刚这个Ecell 请回到刚刚这个Ecell A1吧 然后接下来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开发人员 没有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在这里 请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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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选 这边有一个叫做 其他里面的选项 可是之前的版本好像直接就叫选项 选项 选项 选项麻烦请点那个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 这个开发人员请打勾 因为预计 预计 预计 他会认为大家用Ecell 只是来做数据分析 不需要去写评 好 请点这个开发人员 打勾 本来是没有打勾的 你现在只要打勾就好了 然后确定 好 在开发人员 这边第一个就是程式 程式 要麻烦请各位去录制一个聚集 对 直接点录制聚集 可以吗 请点录制聚集 然后 它叫聚集音 确定 然后再麻烦请刚刚那个录制聚集的地方 请点一下这个 瓶子录制 因为我们程式都写好了 对不对 我只要把它复制贴 盖过去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的程式码 准备要贴到这个聚集一里面了 所以 请点选 开发人员底下的聚集 来 来 请点一下开发人员的聚集 然后 针对这个聚集一 麻烦请点编辑 请点聚集一底下的编辑 请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选拒起来 全部选拒起来 然后贴上 好吗 可以喔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好 程式写好了 我们就要来执行看看 对不对 如何执行程式 就是 开发人员 聚集 执行 你打噴气是因为我做完了吗 我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在这个过程 我希望你是享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说 有时候 我们不用每件事都会做 而且未来的时代都已经变了 变成 你就是要有机器人助手帮你做 你不会做的事 你们同意吗 因为 等你去学会 你是要VDA 我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工事已经很了 所以会有这个课程的设计是为了警察 你都不知道现在警察多可怜 他们要去办案之外 他们要被训练成电脑高手 后来我才知道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一定要会使用电脑 来帮助你去做很多事 包含你不会写的程式 包含美工 我又不是学美工出生的 对不对 现在你只要会下指令 那他就会自动帮你去生成 例如说 例如 我想要设计一个街舞活动 在一个街头 车水马龙的街头 走到上面 一群路人在围观 一位正在跳舞的舞者 尽管这时阳光灿烂 而且三不五时 会有车子跑来跑去的一张图片 当作背景 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就帮你去生成了 可以理解吗 他为什么一定要帮我们生成 我刚刚已经说了 他的背后的商机太大了 这样了解吗 你以后全部都依赖 某一家公司的TRAP GPP 来去帮你做事 所以他要不要满足 他要不要在这边就帮助你达到你想做这件事的一个目的 以上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未来的时代不管怎么改变 但接下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请问一下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的知道 他可以帮我们去生成这一段程式 对吧 那请问你 可不可以再要求他 生成更有效率的程式 可以吧 你可以无限的要求他 因为他是机器人 他不会跟你抱怨 他不会跟你抗议 跟你那个罢工 跟你要求福利 对不对 你只要会要求 可以吗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去要求他 但是请问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做效率吗 例如说好了 像刚刚我们要去请他做一万行呢 对吧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要把自己的层级要提升 提升到就是说你要会要求 就是你如何要求那个不成才的子女 要求他就对了 听得懂吗 非考到台大的要求方式来去训练机器人 你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在 我有一万行 这边要求有在A1到 对不起应该抠这一个 要求A1到J1万 就是A1到J1万 就是1万列 然后每个基数 不要好 每一个基数列 全黄色 每一个 偶数列 全绿色 这一句 而且要求在5秒内执行完毕 而且要求在5秒内执行完毕 听得懂吗 就是你要会懂得进一步的去要求他 品质的提升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边执行 我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可以吗 好了 然后点准这个Copy Code 就是复制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刚刚的Excel 一样 就把刚刚那一段的程式 整个 我们留下来 我们再去录制一个新的聚集2 然后把它取代掉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稍微比一比 原来这个第一段程式 跟第二段程式 差在什么地方 好 所以麻烦回到Excel之后 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他现在预设叫聚集2 然后点选确定 接下来就点凭纸录制 请问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做完了聚集2的一个建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修改聚集2 所以请点选开发人员聚集 聚集2 选到聚集2 然后点选编辑 直接 只能选这个内容 只能选聚集2 聚集2 到End Stop Stop 就是复程式的意思 复程式 rods 小的附近 有助列是綠色 所以都有上銀色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關閉了 接下來一樣 香油膏落在A1 我們來去看開發人員聚集 請點選那個Color Rules 然後我提醒 而且現在不是只有20例 現在是1萬例 而且我覺得他已經做完了 可以嗎 你們滿不滿意 聽得懂啊 所以你知不知道說 你們單位下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現在我針對 我今天都在帶給你們 這些新的語教應該怎麼用 對不對 對 如果我有入語 你們都不回答 我就只好自問自答 對吧 謝謝 真的啊 這些觀念 你不覺得我們先把觀念拼進去 請問你下一步 下一步你該做什麼事 下一步是不是應該討論 要用TRAPGPT的應用 對不對 就是我在語教上面 我該做什麼事 不會做嘛 沒關係 用TRAPGPT來幫我們達成 聽得懂嗎 以前請問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不是透過不斷的花錢買軟體 我們是先去找老師來請她教我們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應該要有一個策略 舉例來說好了 舉例來說 我就常跟我女兒講說 她想要考那個成大資源工程 那我就說 你知不知道怎麼考到成大資源工程 她說不知道 我說那我們一起來去問 如果 如何考到成大資源工程 我們看機器人怎麼講 然後我們就試著照著他的方式 來去城市動作做做看 這樣明解嗎 好吧 我最後其實是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開發人員聚集 這個 Color Up Rule 跟Color Rule 這兩個聚集之間的差別 所以請點選編輯 各位 其實這個 這個二十變到一萬 這個不算很大的差別 聽得懂嗎 只是你應用的範圍 這就是 這個一切 咱們的第一名 一人的獲得 你也在很大的 我們是要 不知道 這即是 你也在很大 你也在很大的 都沒有了 我們是要 那些人的獲得 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 要摸嗎 當你有了 你這個地方 一邊的獲得 在日子发生温暖火烧,请证物能够往避免残酒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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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请证物能够往避免残酒陛墓 老师,请证物能够往避免残酒陛墓 好意外 我们现在还是要稍微比较一下这两者的一个差别 而且我强调就是说 因为我希望他效率提升 在五秒之内要跑完这一万例 其实就是 当他写完这个程式之后 我请他自己去做压力测试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地方上面所写的就是说 基数列他要呈现黄色 那下面这边我只是请他说 基数列跟偶数列各呈现不同的颜色 所以他这边就写了两个复回圈 各位,复回圈 复回圈的意思是说 这一到一万他执行一次 然后这边二到一万他又再重新执行一次 等于是说他会做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可以理解吗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只是觉得说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 如果我今天从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变成什么 执行一万次 这样效率是不是就直接提升了 听这种名字 那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一堆的程式合并起来 这样理解吗 我不晓得 因为我最早是念资讯工程 只是我觉得我写到不到三十岁 程式我就写不动了 所谓写不动就是说 那个一直在写注解 根本就不是在写程式 不写了 为什么要写注解 写注解是让我隔一天我可以看得懂 到底我昨天在写什么 理解吗 以前在更早的时候完全不写注解 后来拼命写注解 后来发现这样子其实不好 然后我只是希望说你们要了解 这个请他写出程式 他写出来程式未必是最好的程式 所谓最好就是指效率 如果可以执行 例如说 基础列为黄色 然后这个时候 隔一列是什么 绿色 绿色 这样了解吗 再来 跑回圈 这样的话我只要跑一万次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了 因为第二段程式它的效率真的是很长 好 我只是觉得说 最处的地方 最处的地方 它就只要 因为已经射了黄色 那我这个可以 所以它的下雨率 射几绿色 也就可以 这样来解 然后再去 螃蟹 射的黄色 遇到下雨率 这样就只有一万次 好 这个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不这样子要求他 他就只会 就是 帮你做 但是是 没办法达到很有效率 做完这件事 就蛮可疑 好 那我想 你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应用 就 提供给你们参考 因为更多的应用 畸竟 畸竟你们 从你会 现在变成会 所谓会 也不是你会 是继续会 然后你只会执行 就够了 真的就够了 好 我想再 稍微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 这个一万 这个一万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假设 假设我的 超市范例 2013年 我的 资料列数 可能有 2000比 超市范例 请问 超市范例 2013 可能有 多少列 可能有 1765列 对不对 你会不会希望说它自动抓到 就是 你不要人工在那边桌 摄 假设 请以 资料 列数 为 范围 听得懂吗 你只要多加这一句话 就是 你 你 告诉它范围 但是 每一个档案 它的范围 都是 以 资料 列数 当作是 它的 最后一笔 资料 你要变成是 这样子来去描述 它就 它就会自动 帮你去 这 可以理解吗 你放心 它会自动帮你写 它只是 多加一个 就是 就是 an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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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资料 最下面那一笔 是 第几列 好了 我想 我们 要继续 拉回来 去介绍 就是 我希望 这一个小时的 TriVGPG 的 未来 告诉各位 以下的进阶 应用 是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的 好 而且 我觉得是指日可待 你不用很多的学习 都要靠老师了 所以 很多人就在讲说 TriVGPG 它可能会取代 老师 可是我 觉得 这根本就是在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 很多人 他不懂 那个后面 像如何请他提高效率 他就不会问了 他会生成 生成出来一些 就是一般的程式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后面那些 如何提升效率啊 或者是 程式里面有太多的 那个需要 更专业的内容 就是要请专家来指导 就是真的 好了 那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就今天 像TriVGPGP所听到的观念 能够去 成立一个小组 然后 看说 怎么样 透过TriVGPGP提升我们 这一组的工作效率 这是可以做的 只要 只要你愿意跨出去那一步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拉回来 来去讲 各位 当我们今天 我们在做 在做 产品同期比较 产品同期比较的时候 各位 应该可以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法 应该是我们经常 会使用到的方式 好 但是我接下来 我还要着重 告诉各位 什么是分析 因为 因为 我刚 我早上 我有告诉各位说 很多人 都说我在做分析 但是到底分析什么 至少 至少 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讲 我分析出来说 各年的利润 是逐年上升 没错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看 各产品 各产品 他在最后这两年 他的一个利润表现 有的是增加 有的是减少 从这张图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资讯 请问从这张图 我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 利润的话 是增加最多的钱 我们讲第一名跟利润减少的第一名 所以请问哪一个是利润增加的 增加最多的子类别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在影印经这边的表现 因为 成色是 成色是后面这一年 对不对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找一个差异最大的话 像差异最大 就是2019变到2020 它是利润增加 既然利润是增加的话 那差异最大的就是去找 2020年利润反而下降最多的 下降最多的是谁 这边有两个可以去做比较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电话 第二个是椅子 可以吗 有没有看到 好 一个是技术里面的 技术里面的变化 可以吗 我先把它标起来颜色好了 好 一个是椅子 因为我这边我没有呈现数值 所以就只能回来看这张表情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看最小的话 是不是电话跟椅子 它的一个就是下跌是最多的 那如果是下跌的话 我们一般会用红色 那如果是上升呢 上升最多的有这三个 影印机 书架跟器具 好 我先把这个档案先另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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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背景三这个档案 我们必须要包含聚集 也要把它沉进去 所以请党案 所以请党案另存心党 我叫做背景三 然后副党名 一定要选择以效的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以效 XLSX 第二个就是包含聚集 也就是XLHM 好 第三个档案开始 因为我要把聚集也沉进去 所以一定要用XLHM 好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请你去看 这张图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加距 加距它的一个利润 它是负的 而且负的还不少 而且2019年跟2020年都是负的 而且2020年负的更多 这都是一目了然直观 你去看这张表 请问你哪一个子类别项目 是负的利润 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可以吗 可是你看这张图 是不是一目了然 所以这是这张简报 应该是第一个 要拉出来来去讲的事情 再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利润都很低的 123456 而且全部都在办公用品 可以吗 如果薄力多销 那没有问题 所以你是不是要继续去看 这些薄力的 就是办公用品 薄力它有没有多销 各位知道什么叫多销吗 就是销售额有没有是很高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销售越多 获利越高 是这样子吗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 有没有机会 我们来去看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重新来去画这一张超市办例 任意得点一下 任意得点一下 因为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说 有一项产品它的利润是很低的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想要去分析说 这个办公用品这个类别 它是不是存在薄力波销这件事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 一样随便选到任何一格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确定 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 就是散步图 散步图它的一个特色 它就是用两个数列 也就是说 只类别的两个数列 来去把它的关系呈现出来 请问一下 你觉得一般公司 超商好了 销售越多 利润是不是越高 你看像那个汽水 饮料 它是不是第二件打六折 它把第二件打六折 是不是鼓励我们同时买两件 同时买两件的用意 主要就是它可以赚到更高的利润 可以吗 买一件所得到的利润 跟买两件所得到的利润 就算它第二件让出 百分之四十的折扣 它都还是获利增加 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希望 就是销售额增加 带动利润的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加工资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 就是我的列 就是这个指类叠 我们先勾类叠 再勾指类叠 然后接下来 我的这个指类叠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销售额 所以它就呈现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就是我的利润 第二个就是我的利润 利润去哪儿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所建议画出来的图 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画这个折线图 各位 你知道这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叫做 记住里面的配件跟变化连在一起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代表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关系 比例来说 2013完毕之后是2014 这个是一个连续的关系 可是配件完毕之后是变化 变化完毕之后是影运机 似乎是不应该存在先后连续关系 对吧 它应该是独立的 所以 所以不太适合用折线图来去画 那散布图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反而画不出来了 可以吗 这就是我特别要告诉你的 这是它这一套软件 它的一个缺别 好 来麻烦请把这个内容 请把这个内容 故事 请把这个内容 这个最下面这个总记不用了 故事 然后 接到旁边去 选择性接下 只要接级 确定 那我的家具不需要 技术这一列不需要 家具这一列不需要 办公用品这一列不需要 这一列不需要 它要选到列标签销售额利润 这样子的资料 再插入有一个建议图表 这边可以画出来 这边可以画出来散布图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在传统图表 传统画图表工具里面 它是可以画出这个散布图的 可是在枢纽分析表里面 是画不出来散布图 好 确定 然后针对这张图 我是不是要加趋势线 等一下 可不可以选到 选到从列标签 一直到这个利润最下面 可以吗 因为我们还是要讲那个分析 这个很多人画出来图之后 他就画完了就说做完了 真的是完了 真的 这张图代表很多的意义 好了吗 因为真的很多人 他知道散布图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希望把这个散布图 好好地讲清楚 让你们去了解 首先很特殊的是 他居然在树纽分析图里面消失掉了 但是他可以在一般图里面 建议图表 他是有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张散布图 他存在很多很重要的资讯 首先 当然第一个 我们要打开他的趋势线 请问做到了吗 我要继续咯 好 首先我们先加入趋势线 我们可以从这一条趋势线 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盘轴是销售额 销售额越多 然后这个提越高 那请问你 他的相关系数是多少 对吧 所以我接下来 我就要请你们 要算出这个相关系数 好 再来 每一年都是这么高吗 例如说 例如说2013年是怎么样 2014年是怎么样 2015年是怎么样 对吧 您觉得 都是这么高的相关系数吗 不知道嘛 对不对 没算过 没想过 好了 不过至少 这个相关系数 如果很高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说 诶 请问一下 我们以前画图 是不是只停留画到 画到同期比较的表格 了不起 你把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那个图 可是 各位知不知道说 我们要把视觉 就是视觉化分析再往上提升 要选拨 要选拨 要适着找出关系 透过关系来去说明说 现在的情形 在2015到2018 2015到2018 现在应该要提升的是销售额 还是要提升的是利润 首先 这张图我们先来理解 几件事 这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很多条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趋势线 几乎18个点 17个点 里面有16个点 是服从这条线 服从听得懂吗 服从就是很接近这条线 可以理解吗 在统计上面我们叫服从 那你会说 这个点是不是叫偏离趋势线 也就是说 这里面 我至少用肉眼 我就可以把它分开来 16个点 服从趋势线 跟一个点 特立独行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分 两群而去说明 这一次的分析 对不对 就算说你没有这样子一个观念 你现在听 你应该会觉得 这样说是可以听得懂的 好 那我再想请问一下 这16个点里面 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区分 这几个 这几个是什么 高销售高利润 高销售高利润 这几个呢 低销售低利润 可以吗 请问一下 就是以超市超市里面高单价的 对不对 或低单价的 对不对 这样理解吗 好 那 这边我就觉得说 这一个区块叫做高 这个叫做低 那这中间呢 中间 你有没有发现 那我们就当做叫中 中间价位 或者是 高销售高利润 高销售高利润 低销售低利润 中销售中利润 我还是可以把它区分成三块 对吧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你 你觉得老板关心的是 是高销售高利润 还是低销售低利润 还是中间的中销售中利润 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问他 老板你觉得我应该分析高销售高利润 还是低销售低利润 你会比较感兴趣 你会比较感兴趣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晓得你就问 你 你要问chip gpp 要再问老板 但是你都可以问chip gpp 对不对 秀一下 像我的散步图 那真的是乱七八糟 听得懂吗 而且我要从中看出规律 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是在做救人的一个研究 理解吗 当然也就是说 就光一个散步图 我可以看三天三夜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它的规则性是我们一定要看出来的 我跟你讲 商业上的资料 这个都是因为 你现在看到这么漂亮 这是因为我课程设计 我当然为了方便我讲 这样理解吗 那你们的资料也不见得好看 到哪里去 你信不信 你回去去画出你的散步图 而且我等一下还要给你去看 2020年的散步图跟2019年的散步图 放在一起地 你就会发现 这不一样 跟它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是8年的资料 这个是8年的资料 对吧 它代表2020年吗 不代表呢 知道吗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有这样两个结论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教你 不是图画出来之后 你稍微解读 那最好是拿出那个统计上 可以对付别人的 像相关系数 因为我要请你们知道一件事 有这个点跟没有这个点 这个相关系数差太多了 同意吧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17项都画在这里 那相关系数怎么做 首先你们应该也没有分析东西相 所以我们要把它叫出来 首先请选档爱 选项 真意级 有看到真意级吗 最下面 请选择Ethel真意级 Ethel真意级的词词 然后请把分析工具箱打勾 确定 确定 我这边是已经收了 好了吗 那你怎么知道 你成功的把分析工具箱叫出来了 在资料 有没有看到分析工具 叫做资料分析 在资料功能标签的最右边 有一个资料分析 点减资料分析 然后这里面你可不可以找到相关系数 第1 2分4 чер 第4 相关系数 可是我比较想要清门做的是回忽 而已 来请先点相关系数 这回归是显定 显定他的公式是什么 好 来请点相关系数 确定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输入范围 请从 我这边 我是从G1选到H20 然后这个 因为标题我有勾选 所以这个类叠轴标记是在第一列上 你会打勾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输出范围 输出范围 我是把它放在它的下面 输出范围 设定到这张图的下面 这张图的下面 然后确定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 因为只要算一边就好了 就是销售额与利润的相关系数是0.881901 有没有算在这个值 可以吗 其实你算在这个值只是告诉他说 他两者之间他是很相关的 通常0.3 他这个相关系数最小 最小只到负1 负1就是不相关 左上到右下 那1就是正相关 只要超过0.5以上 我告诉各位 他就已经是非常值得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可是基本上我想超市 超市的话 销售额跟利润之间存在的关系 应该是很高的 也就是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好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请你们再做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是2662800 这个是这个桌子 这个是桌子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我们先跳过 我们来去算 这一个相关系数 这样懂吗 因为这个桌子 桌子的利润 它是住的 它就是偏离 偏离我们的这条七世界 你硬是要把它算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的 这是就 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不能全部都混杂在一起来做计算 可以吗 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不算 所以请问等一下你会不会选这样选 你会不会这样选 就是选到销售额利润到诸价 然后接下来Ctrl键按住 选一支到细节去 可以吗 就要跳过它 如果你真的不会 干脆你把这三个资料 删掉 下面资料往上移 可以吗 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做资料分析 一样也是做相关系数 确定 接下来就是这个范围要会选 从销售额利润选到诸价 然后Ctrl键再从一支选到这一格 你看它是怎么呈现的 它是中间放一个逗号 那输出的范围 那输出的范围 请改到这个原本输出是在什么 C二级 我们现在就放到N二级 确定 他不让我们这样做 好吧 那我们就变成只能去把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因为左边还有资料 把它给三平掉 下方的处身格上移 那我们现在去看 拿掉桌子之后的这个相关系数 应该会变更好 所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资料分析相关系数 确定 然后重新选范围 选 所有销售额与利润 然后接下来N 输出范围 还是维持在N二级 好 确定 你有没有看到 从0.88变到0.98 甚至0.99 好 所以我想请问你一下 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如果 如果你在以这高销售高利润 这四个点来去求相关系数 跟中销售中利润来去求相关系数 以及低销售中 依税 是不是又可以得到三个不同的表现 那请问一下 你是应该以这个叫做 整个公司的general model来去分析 还是应该以高销售高利润 中销售中利润 还是新销售低利润来做分析 我当我们应该是要拿什么 整个公司的general model 一致性的model来去看这件事 这才是正确的看法 否则就算你看到相关性低 你看到这个相关性 可能也都不可能达到0.99 0.99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一销售越多 所有的几类别成名 销售越多利润越多 可以吗 那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先建立这样子的关系 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战步图也不会画 再来画了以后也不知道 要以这个叫做相关系数来去观看 甚至你知道吗 甚至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要去想的是说 如何让高销售高利润 趋向于 趋向于什么 General Model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希望知道这个公式的话 那就是要用回归来去求乐 好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但是我想我们这一节课可能 但只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先休息一下 我先重点式的去讲 第三张工作表主要在讲说 散步图 销售利润 散步图 就是我们从原本的那个分析的逻辑 我们来去观看 我们先知道说各年它利润是成长的 然后接下来可以发现 那各类的纸产品的同期比较 可以各自发现 有些产品它是上升 在2020年上升 有些产品它在2020去下降 这我们也看到了 那可是到底 到底以一个公司的一个长期经营的 General Model来去看这件事情 公司是前瞻应该还算不错 因为销售增加的时候利润是增加 那当然下一件事情 我就想要去确认到底2019年跟2020年 它的一个这16项产品的销售利润分析 那就是